因为每一首歌曲都太好听了 可能会显得我们的练习有点单调了 但是我想我们付出一点点时间 付出一点点耐心 那么好好的做我们的练习 一定会为将来的一个提速 打下良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接下来对小撮和大撮 我们有两个基本练习 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做练习 我们先来看小撮的练习 好食指和大指永远保持间隔一根弦的距离 那么这样的话呢 食指就在上加一点的sosa 大指呢在上加二点的dosa 这是我们的第一组小撮 那么我们练习呢 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有规律 四组四组的往下进行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一组 好也就是说四组这个我们的小撮 构成了我们的第一组练习 好接下去呢 我们刚才是从第一根弦开始的 接下去我们都依次往下移动一根琴弦 也就是大指从第二根弦开始了 而小撮呢 依然跟它保持间隔一根弦的距离 这是我们的第二组 好第三组呢 依然两个手指依次往下移动一根琴弦 好第三组 好第四组 还是往下移动一根琴弦 好继续 好这就是我们的练习 非常简单 也非常有规律 那么它很好的帮助我们复习 可以巩固我们小撮这个技法 好虽然单调了一些 但是非常有用 我们弹到最后一组 还可以再弹回第一组 好接着看我们的第二个大撮的练习 道理一模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大撮我们的中指和大指 它们的音名是一样的 但是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高度上 好先找到中指 大指是在上加一点的兜上 大指是在上加二点的兜上 好然后同时发音 先来看我们第一组是什么音 好 都拉搜每四个音 这是我们第一组 好接下去呢 中指和大指分别往下移动一根琴弦 变成了 拉搜 第三组呢 分别再往下移动一根琴弦 好 第四组呢 分别再往下移动一根琴弦 好很简单 非常有规律 非常有规律 再往下移动 四个音 四个音的往下移动 好 注意啊 注意我们的手指平面触弦 还要注意运用手指关节 还要注意我们手型的松弛自然 好 一直练到最后一组 再练回第一组 反复的增加练习的量 一定会为我们将来的基本功 打下两好的基础 请不吝点赞好 谢谢大家 忍不吝点赞好 我们吧 我们的啊 Hahahaha 是的